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第四阶段第二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在分类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算法 也就是临近取样 或者叫最临近法则 KNN K nearest neighbor的算法的理论部分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Python 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如何在编程语言中实现这门算法 并且如何利用Python的SK Learn 这个机器学习的酷 来解决实际的数据集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应用的部分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数据集 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数据 通常被用来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范例 那么这个数据集的名字叫Iris Data 也就是红膜 这是一种花的名字 这种花呢 它呢 这是一种植物 它的这个类别呢 有四类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集里面 它一共有150个实例 150行 这个实例它的数据都是什么数据呢 就是说它衡量了这个花的里面的四个维度 也就是这个鹅片长度 宽度 以及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这每一个花 它都衡量了这四个维度的数值 那么同时 这一类植物它有四种 它有更细的一种分类 这三种分类 也就是它属于哪类的花 那么这个数据集呢 也就是它的维度 就是说它有150行 每一行代表实际衡量的一个实例 也就是一个植物 它这四个维度的值 那么它的列呢 当然说有五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前四列呢 表示它的特征值是一个四个维度的 分别是鹅片长度和宽度 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最后一列 也就是说我们目标 学习目标的概念呢 就是要学习出来 它属于哪一种花 一共有三种 好 这就是这个数据集的一个基本描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利用python中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利用python中的这个机器学习的酷 在上节课中 我们跟大家也有所介绍 叫做sk-learn 那它里面呢 包含各种各样常用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当然也包括了knn 我们来如何调用这个机器学习knn的算法 来进行学习和预测 好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码 也就是说在python里面呢 我们首先上次给大家讲过了 如何来安装这个sk-learn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学习的酷 在安装之后呢 我们在代码开头的部分 首先要导入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我们要导入这个叫neighbors 也就是说这个neighbors呢 是包含 也就是这里指的就是我们说的 k-nearest neighbors 也就是说我们临近算法 其中的模块是包含在这个sk-learn这个类里面 所以说呢 在python中的语法就是说 from关键字之后加这个包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个包 叫sk-learn 然后从这里面我们要导入import 是一个关键词 导入的这个具体的模块是哪一个呢 是neighbors 也就是说包含有这个knn算法的这个模块 好 这是我们要导入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 我们要导入 就是说因为python里面 它已经带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数据集 包括了这个aerys dataset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dataset 就是数据集 这个模块也导入 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可以来 利用这里面的包含的数据集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aerys dataset 好 在导入这两个模块之后呢 我们首先来起一个变量名叫knn 那它复制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neighbors 这个模块中 我们调用这个kneighbors的算法 也就是这个分类器 叫做neighbors.kneighborsclassifier 这就指的是我们的knn的分类器 也就是说我们调用一个分类器 把它附在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变量名 knn上面 好 下一步呢 我们复制变量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导入了之前导入这个叫名叫dataset这个模块 那这个dataset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loadiris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说它会返回一个数据库 那么就是从这个数据集来的 也就是这个iris 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整体给它复制在这个iris 刚才命名的这个数据集上面 好 在这之后呢 我们将进行模型的建立 也就是说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集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python eclipse的这个窗口 我们来看一下 就刚才我们的代码 我已经在这里写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导入这两部分之后 我们建立了声明了一个classifier 也就是说我们声明了一个分类器 同时呢 我们来取我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内建在python的这个名为dataset的库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加载到 这个我们刚才创建的变量iris里面 好 下一步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数据 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 我先把后面几行先注视掉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同学们看到 这是我们打印出来这个数据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matrix 是吧 也就是说 它有两部分 它大的是一个tuple 也就是一个圆组 首先呢 前一半部分是一个大的一个matrix 也就是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它包含了特征值 是吧 我们看到是一个四维的 每一行呢 是一个花 是一个聚集的实例 然后每一列 低列代表了这个花的这个鳄片的这个长度 然后宽度 然后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所以呢 它的维度是一个150个花 150行 每一行 有四个值 它的特征向量 好 那这是它的前面特征值的部分 在它对应的这个分类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因为 要把这个分类呢 把它转化成这个整形的 因为它本来的分类有三类 是吧 分别是三种花的类型 所以呢 我们把它 这三种类型分别编码为 数字 整形 也就是说 012 这三种类型 所以这个数据集呢 它有两部分 作为一个原组 它首先是有一个二维数组 作为它的特征值 也就是150乘以4的这样一个维度 这是它的第一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名字呢 叫做 Target Names 是吧 是一个 抱歉 刚才我说的应该是一个字典 也就是说 我们的前面这个key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key是属于Target Names 它们的这个value也就是说它的值呢是一个matrix 好 第二部分 也就是说 作为这个字典里面的第二部分呢 它的这个key呢 是叫target 是一个string 是吧 也就是说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来做什么呢 那它是一个一维的一个数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归类 给它归成三类 那么它里面分别用012代表了这个类别 好 它的数据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数据结构来使用knn的这种分类器给它建国 语法是这样的 首先 因为我们之前所创建的这个分类器名字叫knn 那么在knn之上这个对象之上 我们来调用一个函数叫做fit 大家可能注意到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在任何一个算法 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传统都是 在这个算法本身上面都有一个函数叫做fit 这个fit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建立这个模型 我们要传入 首先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我们要传入 我们的特征值的这个150乘以4 在这个情况下 这样也就是我们的x特征值的这样一个矩阵 那么第二部分 第二个参数 我们要传入的是一个一维的一个向量 也就是说它代表了每一行对应的这个分类是哪一类的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传入这个二维的矩阵到这里 第二部分呢 我们传入的就是说他们每一个实力所对应的对象 好 就是这样一个语法 那么这句语法呢也就是让knn建了一个模型 好 模型建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来预测新的对象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花 我们不知道它属于哪一类 但是呢我们可以测量它的额片的长度和宽度 也可以来测量它的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建好的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knn的算法的模型了 我们根据新的一个实力来比较以前所有的实力跟它的距离 然后来执行建模 随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预测出来这个新的实力 它的这个分类是属于哪一类的 好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好 我们看到后来预测出来的这个分类属于0 那0的对应的也就是我们开始所说的这个第一类花的名字 好 这就是具体如何使用这个python里面的叫sklearn这样一个酷 来进行knn算法的调用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问 那这里面的knn的参数是怎么来定的呢 这里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填入任何手动的参数 所以呢 这里的knn是使用默认的 默认的参数 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详情的话 可以参照 它的这个documentation 就是说它的文档 来看我们如何可以自己设定不同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就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例子和如何调用它的方法 好 那么这就是如何通过sklearn来调用python里面的knn的算法 下面呢我们给同学来也介绍一下如何自己写程序来实现这个knn的算法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因为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算法是怎么样来工作的每一步 所以下面我们就着重于结合代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具体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不调用任何的kool来直接进行一个实现 对于knn 好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算法 我们导入这几个包csv这是读取数据用的random是一个进行随机变量的一个运算 math就是我们进行数据运算的时候要用到的 之前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演示进行这个定义如何计算euclidean distance的时候也用到了这个math 还有一个operator我们之后要给大家解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如何来实现这个knn的算法 那么我们在python里面定义了这么几个大的方程 首先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块 也就是说第一 我们要load dataset 就是对任何这个算法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用的数据集要先装载进来 好 第二呢就是我们定义这个如何来计算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我们上节课举的例子非常像 只不过这里实现的算法稍微更加general一些 更加通用一些 我们这个每一个点它的维度可以是任何维度的 不一定是两个维度的 好 第三部分呢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返回它最近的k个名句 在算出来k之后 在返回之后呢我们就根据最近的这个邻居呢来判断 根据少数服务中多数的投票法则来决定 我们给要预测的这个实力 给它归于哪一类 根据我们返回的最近的n个点 以距离排序来看他们最近的点中哪一类占大多数 而把我们要归类的这个点归于这一类 好 在最后这个方程呢就是说我们要测算一下 我们预测出的所有值跟它实际的值比较的话 我们的准确率也就是accuracy有多少 好 这是这个程序大体的一个框架哈 好 下面我们来仔细来解释一下 以每一步 我们从最开始 从装载这个数据集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传入这个数据集哈 这个数据集呢 我们以一个之前的这个网上是有这个数据集 所以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保存成一个txt的一个文件格式啊 先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数据集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数据集下下来以后 这个数据集名字叫iris.data.txt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集的 我们用这个文件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边一个维度 跟我们上一节课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 利用sklearn导入的数据集是同一组数据 大家看到啊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集呢 它一共有150行 每一行是一个花的测量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列数 前四列表示的 它分别是四个维度的特征值 最后一列呢 表示就是说是哪一类花 也就是我们要归类的这个类别范围 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数据集装载到python里面 我们写一个函数叫loaddataset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说我们要导入这个数据集文件的名称 它所在的路径以及名称 第二部分呢 我们叫split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数据集 我们还记得第一节课学过 我们要把一部分数据集作为训练集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集 我们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来训练数据来产生模型 第二部分呢 叫做test data 也就是说我们来进行测试 看每一个数据集 在每一个实例 我们假设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归类是什么 然后把它进行预测 从而跟真正它的归类比较来算出来我们的准确率是多少 所以呢 这个split这个参数呢 是我们来选择一个某一个值以它为界线 来把这个原始的数据集 也就是150行分为两部分 分为training set和这个test set 好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基本的语法 首先我们打开文件 通过python里面这个open的这个传入两个参数 file name和这个rb 这是它读写的一个mode 也就是它一个模式 然后呢 把它装载为类型导入作为csv file 也就是说以do号分格服务为解释 为这个格式的一个文件类型 首先我们把文件导入之后呢 我们读取所有的行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csv 它是这个python里面自己实现好的内建的一个模块 这个文件我们可以通过调用这个reader 也就是说把它的所有文件行数全部读进来 那么下面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list的形式 这个lines是我们读进来所有行 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list的数据结构 把它赋予一个我们起的变量名叫做dataset 那么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啊 在这个首先这个x呢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dataset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它总共有多少行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分割成两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取一个任意的一个随机值 它如果小于这个split 小于我们定好这个界限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行数据加入到这个训练集 也就是training set里面 那么反之如果我们产生的这个随机量大于这个变量值 也就是说通过else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把它加入在这个测试集里面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 等于说我们就把所有的数据集分为两部分 并且分别加到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里面去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加载数据集的部分的代码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计算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这一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也就是说跟我们上上刚才上节课 跟大家同学中举那个例子非常非常相近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有两个实例 对吧 这两个实例它可能是多维的 也可能是二维三维或者多维 然后有一个长度变量三个参数 也就是说它的维度是这个lence 那么我们首先初始化一个distance 所以它距离是0 然后呢在这个维度里面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维 我们进行一个差的运算是吧 x就是说从0到它的维度是多少 从0比方说这个维度是5的话 就是01234 那么从第一维到第五维 我们每一维我们计算这两个实例之间相对的 相对应的差 并且对它进行平方 之后我们加到这个总和里面distance 所以通过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把每一个维度都循环过一遍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出了所有维度的平方的和 在这个和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开方 也就是说通过调用这个数学函数 math.square root 来算出它的开方值 开方值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返回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是计算出来 传入的是两个实例以及它的维度 返回的值呢就是它的euclidean distance 好我们接着看下面 下面这个函数我们定义是为了来返回 最近的KEG label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训练集和一个测试集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从这个训练集里面选出来 在KEG最离这个测试的这个实例 最近的KEG邻居 好刚才我要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测试集 它是一个测试集中的一个实例 其中一个数据 好首先我们定义一个distances 来作为一个容器 后来我们来装所有的这个距离 那么下面呢我们定义一个长度 也就是说 这个testinstance 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测试的实例 它的维度是吧 简易就是它的维度是多少 然后呢对于我们刚才 记着我们刚才定义好的一个函数 叫euclidean distance 所以呢对于这个训练集里面的每一个数 我们来计算 它到这个测试集实例的这个距离 也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那个电影的例子 大家还记得我们针对我们要来的这个新的未知的数据 我们要计算它到每一个训练集里面每一个数的距离 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我们就算出来 对于每一个x 我们算出来这个 确认级的数据和测试级的这个实例之间的距离 而且我们把这个距离加到我们这个容器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distance 我们把它每一次算出来的距离都加进去 它就包含了我们算出来的所有距离 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sort 也就是说一个排序的方法呢 把这些距离从小到大排起来 然后我们来取前n个距离 这时候呢我们就找到了最近的n个邻居 好那么最后一部分大家也很好猜 就是说在最近的n个邻居中 我们分别根据他们每一个邻居的 如果它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一个分类 我们就把它统计它的个数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 我们根据它的邻居里面所有的每一个邻居 来看统计每一个分类它的多少 也就是说投票的多少 那么也就是说在最后呢 我们把每一个类它投票的个数排一个序 对不对 从大到小 这里因为我们这个强调的是reverse 就是从按降序的方式排列 那么我们返回呢 就是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投票得到最多的这个分类的类别是哪一个 好这个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们需要实现knn的所有模块的方程 那最后一个方程呢也很简单 最后一个方程是我们用来预测 就是说当我们进行算法 进行knn的一个实现之后呢 我们对于每 对于测试集每一个数据都预测出来一个分类 那么这时候和实际它真正的分类比较 我们到底预测出了多少是正确的百分之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要算一个精确度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先初始化一个变量叫做correct 也就是说是我们猜对的个数初始化是0 好 那么下面对于这个测试集里面的每一个数据 如果也就是大家看这个等号左边的话 就是说这个-1指的是最后一个值 排放里面的特殊语法 也就是一个你有一个list 有一系列的这个下标号 那么-1就是取最后一个值 所以最后一个值就指的它对应的这个label 也就是说它实际的这个分类是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三种花里面的哪一类 123哪一个 然后这是我们要 根据我们的算法 预测出来的值 这两个如果相等的话 我们就证明我们预测就对了一个 所以我们给总预测对的这个数加1 给correct这个变量加1 那么在所有循环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算这个label 也就是说我们测试集的总实力的个数有多少个 那么correct就是我们预测对了多少个 那么它们两个差值呢 就是说再乘以百分之百乘以百 也就是说这时候呢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百分比 就是我们预测出了多少百分之多少是正确的 好在介绍完这些模块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in函数 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它串起来 来进行这个算法的实现 以及这个精确度的预测 好 首先呢我们来 嗯 创建两个空的这个测试集和这个巨链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分分分分两部分的这个标准 split这个数定为0.67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个0到1之间的分布中任意的来generate出来一个数 那如果我们定为0.67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它是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也就是它是一个随机在邻居之间的分布的话呢 那有二分之一的几率这个数会比0.67 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比0.67大 三分之二的几率比它小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数就告诉我们 我们最后在调用这个load data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三分之二的数据划分为 训练集把三分之一的数据划分为测试集 因为我们在01之间任意取一个随机数 它比0.67大的概率占三分之一 比0.67小的概率占三分之二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split定成0.67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任意来修改 比如说你定成0.5的话呢 就是一半一半对半分 好通过我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函数 我们先调用它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传入一个我们存储的这个数据 极带的路径全路径 同学们注意一下前面这个r它是有一个python的特殊的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我们传入这个路径 它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比如说s和n后面加斜杠 它本来表示我要quire过某一个值 所以这个r其实表示的是raw的意思 就是说我里面传入这个string这个字符串呢 我就把它当作原始的字符串对待 而忽略里面任何的特殊符号 所以呢往往我们在传入字符串的时候 在前面加一个r比较保险 在后面呢 第二个参数我们就传入这个split 就定义好的这个区分界限 然后我们传入我们要开始建好的这个空的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好 这时我们通过调用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我们的训练集和测试集 在这之后呢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集叫做predictions 这个我们是用来存储 我们将要预测出来的那些类别的值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定义k等于3 也就是说kn里面的k 我们去近的三个名句 好 下面这个算法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对于这个测试集来讲的话 我们每一个 都取他的neighbors 找到他最近的邻居 然后呢 根据最近的邻居 我们把他的result 也就是说 他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 来调用这个get response 来取到给他应该归于哪一类 这个result就是他归类的值 然后呢 把它加在我们要存储的所有归类的这个变量predictions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每一个变量 我们的 预测出来的这个归类是多少 在后面呢 我们再调用这个算精确度的这个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说我们的训练集 第二就是说 我们预测出来的这个所有的归类的这个变量的相量 那么这两个参数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将算出来一个百分比 就是所有根据真实值来讲 到底有多少 我们来预测对了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来看一下 也就是调用一下我们最后定义的这个main函数 大家看到哈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它有多少个实例 因为我们之前百分比分的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自然train也就是说我们的训练集有100个实例 然后测试集有50个实例 然后测试集有50个实例 接下来呢 我们是打印出来的是我们测 针对测试集所预测出来的所有的label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归类是属于哪一类的 然后在最后呢 我们根据实际数据和我们预测的数据的一个百分比 算出来我们算出来的百分比 accuracy是98% 也就是我们98%都预测对了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集中给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python实现knn的算法 并且如何调用sklearn来进行knn的使用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将给大家开始介绍机器学习中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近20年来表现已经算是最好的最精确的一个算法 叫做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本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mixes启快乐 就因为不管ண台 好看 好看 超关键